前不久的一天上午 在海淀区某高校内 一名50多岁的男子和保安员发生了冲突 双方在拉扯过程中 男子的手指被人咬上 男子说这件事的起因 是由于4块钱的停车费引发的 2013年6月18日下午6点 记者在鸡水潭医院见到了张先生 此时他刚刚做完青窗手术 躺在病房上休息 医生说张先生断掉的手指 已经无法在街上 只能从身体其他地方执皮 张先生说 断指只是因为4块钱的停车费纠纷 我进去 我今天在保安的座 我说你怎么看 我说进去掉油 装置了 可是我出来了 他就说那什么呀 张先生说 当天上午他到海淀某大学去送东西 停车费每15分钟2块钱 他前后停车也就不到15分钟的时间 保安却向他索要4元停车费 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 我就往前滚了一下 他就打那镜子 这话来我一看 我也有点那什么 这么着 我就出去 推他来了 正好跟嘴里的 他看一口就掉了 随后张先生被送到了医院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又是否向张先生所说呢 记者来到了事发地 何时此事 连什么事还没说呢 那来得不太清楚 值班保安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据了解 咬伤张先生的保安 已被民警带走调查 事件仍在调查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